我要打开 所以我不要让它过关的 挡下来 它如果是空的 还有呢 它如果 这个刮户里面 如果它是数字 它回来就true 那true的话呢 我要挡下来 就不是true 不等于true就是 它不是数字 所以这一个叙述是 如果它不是数字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些 这个给挡下来 OK 如果说我今天呢 第三个就挡下 它输入的成绩大于100分 而且它或者是说 它的成绩小于0分 那我跟它怎么叙述 其实很简单嘛 就这样 if 它输入的成绩 如果是大于100分 或者是 因为大于100分 跟小于0分 绝对不可能重叠 所以你不可能用and and绝对不会有交 所以或者是 或者是它的输入是小于0分 那一样嘛 帮我把它挡下来 然后警告它 然后把资料清空 并且游标又放回去 然后一样也在sup 关键就也在sup 所以2 3 4都做一样式 所以这三 因为这个差不多 所以我就把这一段 Ctrl C 当然理论上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写过一遍 如果实在写有问题的话 我建议你当然先把它贴过 那我这个做完的这个程式码 云端上都有 所以你也许可以先用我 如果时间的关系 你可以先贴一下 OK 这个应该在run run的模式下不能贴 把它贴到这边来 这样就OK了 所以理论上应该大功告成 我们最后把这个程式再run一遍 所以最后启动表单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填上什么 填上我要的东西 当然第一个我们先测试 如果没输入资料 一定要挡下来 OK 如果有输入的 第二个的话呢 输入的是非数字 也要能够挡下来 OK 这个 它是先判断什么 空的 所以我就先把资料先 那再判断数字 OK 那这边输入120分 好 那这个是第三个 房贷 有没有 请输入0到100分之间 清空 一定要0到100分之间 好了 那最后的话呢 按个新增 基本上就OK了 今天的表单 基本上大概先做到这里 不过 还是有一些地方 可以让它做得更好 包含什么呢 包含底下 这个框线 我今天有讲过 所以底下框线 有没有办法 它到哪里 就画到哪里 这个可能自己补一下 想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 最后输入的时候 我们刚刚不是一直输入吗 输入资料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还要按一个什么 新增这个按钮 才会新增 如果说我按Enter 它会跳到新增 当然你再按一下新增 它一样会新增 可是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在这边 直接就帮我执行按钮 就不用说还要多按一个Enter 有没有办法 当然可以 至于要怎么做 其实云端上也有答案 只是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这部分也许先 今天的进度 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理论上已经可以用了 但是后面还可以衍生 比如说还有什么 比如说你 其实会做这件事情 是希望以后 不要让人家乱输入资料 而要造成更多的问题 其实很多公司 有分公司的资料 来两边 因为输入资料 实在是太多问题 事后呢 要整理资料的人就头大了 哇 他做报表 这样里面一堆怪怪的东西 怎么办 你要花更多力气去解决 倒不如前端就管控好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防止他 改资料 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什么呢 还有可能就是 这边也不能改 所以将来也许你可以把什么 这边也许是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保护工作表 里面也不能改 你能改的话呢 只能透过程式改 你不能透过你自己手动改 也就是说 就完完全 esale 就是不能乱改了 反正我只允许你从表单输入 所以规则就由我设定出来的 你只能follow我的规则 你不能够乱动 这样的好处 真的太多了 因为 就几乎一劳永逸了 不然的话呢 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最麻烦 OK 所以所有的问题 通通给他断绝了 哇 真的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OK 从 对 对 我 我